据台湾中国时报2号报道 希腊政府日前宣布 将于6月15号开放29个国家和地区的观光客入境 其中亚洲地区包括日本 韩国和中国大陆等 却没有包括台湾地区 此外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解封名单也没有列入台湾 台湾联合报2号报道 日本计划在6月底实施第一波疫后管制松绑 台北所谓驻日官员原本分析 台湾极可能被纳入首波开放名单 然而日本初步决定开放新西兰 澳大利亚 越南和泰国四地 台湾并不在首波开放之列 对此 民进党籍宜兰县议员谢灿辉批评 宜兰县与日本缔结了好几个姊妹室 如今 日本对台湾是这种态度 双方还要当什么姊妹室 还要当什么朋友 他直言 狗被人踩踏时还会叫两声 我们受人欺负 却是连坑都不敢坑一声 对此 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称 日本在边境管制上有自己的考虑 台外事部门等相关单位正在与日方联系 目前名单还没有完全定案 而台外事部门发言人欧江安声称 解封是互相的 因为我们没有开放 所以别人不愿意开放 我们尊重 但是民进党当局的辩解 连自家人都听不下去 民进党籍前民代沈富雄2日在脸书上发文直言 陈时中的问题来了 问题刚开始 而且是自找的 他表示 虽然陈时中防疫的理论与实践 做法独特 成绩好 却得不到国际的认同与青睐 他呼吁陈时中努力也努力过了 光环也带足了 甜头也尝够了 神坛也做久了 赶快做好解封的部署吧 据了解 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对于解封的判断标准 包括四大原则 即当地感染状况 检验量能 信息透明度和双方互惠 目前把全球国家和地区依照风险等级分为四类 但其中并没有提到大陆 有台湾媒体指出 台湾被排除在各方解禁名单之外 没有国际经济活动 台湾就会垮 光靠岛内旅游 绝对解救不了台湾经济 而无论从新冠肺炎疫情掌控 还是从国际经济市场政治情势考虑 台湾都不应该拒绝对大陆解封 唯有透过两岸贸易的解冻 才能让世界各国更快接受台湾 开展后疫情时代经济 另据报道 为便利台商附录 大陆方面有可能最快这个月底前 将采取局部试点 单方面开放 台商快速通道 届时台商只需通过核酸和抗体两项检测后 就不用隔离14天 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林天良认为 台湾如果也能对大陆是善意 解除相关禁管措施 还能发挥示范效果 加快各国各地对台湾地区解除禁管 结果 打赏 品善意 Vi 感谢观看